放了於明美 為 informs my channel 什麼回事 發神略 沒有錯 我又是素顏了 겉aba 祕結 你們應該已經習慣我的素顏了吧 如果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朋友 對不起 和我之間的故事 �尊 benefit 我的觀眾在減少了 ok 今天我就是要畫一個 以華人農曆新年作為主題的妝容 我的媽 我穿這樣真的是醜爆了 whatever 我們來化妝吧 先遮瑕這款是來自 PUPA的遮瑕筆 PUPA的粉底液 同樣來自PUPA的粉餅 不好意思喔 老娘就是臉上比較多瑕疵一點啦 所以妝就比較厚一點 如果你生來就是個陶瓷娃娃呢 那你就不用做這些動作了 你只要上一層包包的底妝就好了 ok 好羨慕那些生來皮膚就超好的人 陶瓷娃娃 希望你們有一天會裂掉 ok 我的底妝就是這樣子 好像有點捲得太裡面了 接下來是我最重要的眉毛囉 先用這款KATE的三色眉粉 先用中間這個顏色 我的習慣是先用比較淺色的 畫在眉頭的部分 這樣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我平常是畫平眉嘛 然後今天帶有一點中國風的妝容呢 我想要稍微改變一下我的眉型 這個眉筆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的 很好用 我是在美妝展上面買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誰可以告訴我 好像左右不對陣 不管了 然後再用深色的眉粉補上去 因為這個眉型跟我平常的比較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我原本的眉毛已經跑出來了 把它修掉一下 我的眉毛已經夠少了 還要修掉 這是為了你們 我的心在流血 ok 就是一個妖艷見貨的眉型 接下來是眼妝 首先用這個來自Sonia的淡金色眼影 它的顏色蠻自然的 不會看起來很鬆的感覺 接下來是用這個 Lola Messier的巧克力色 稍微上一點深色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漸層的效果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Ball的腮紅 這個腮紅常常把它當成眼影來用 因為它非常的顯色 因為我的手指 大概上在這個眼影漸層的最外層 為什麼從鏡頭上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均勻 whatever 然後下眼影呢也是一樣用這個 然後一樣再用這個腮紅 把它漸層暈染出來 噢仙女相反 啊我好像忘記打鼻影 打鼻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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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我覺得我鼻子扁扁的 我的鼻影呢同樣也是用眉粉 從眉頭這一邊 鼻子啊鼻子 快挺起來吧鼻子 怎麼挺起來怪怪的 有沒有 瞬間變成外國人了 再高一點吧鼻子 接下來是眼線 Kate的眼線鼻 等一下 我是不是忘記戴隱形眼鏡了 Oh f**k OK我現在要戴的是這個 Binani Nagawa 的Nadeshiko Color系列 我之前有戴過 它蠻舒服的 然後我今天要戴的 算是粉紅色的版本吧 應該戴上去不會非常明顯 這一牌子的隱形眼鏡都很自然 喔我現在戴眼鏡 不知道妝不會花掉欸 不要流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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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不上去 幹 戴不上去 它太軟了 喔喔喔 上去了上去了 真的蠻自然的 另一邊好順利喔 OK OK 真的蠻漂亮的 它戴上去有一點線 很棕色 OK 現在真的是要畫眼線了 真的好難喔 這次眼線我會拉的比較長一點 感覺快要跟眉毛連在一起了 痾 好像不是很對稱 沒有關係啦 人總是不完美才完美嘛 對不對 接下來是睫毛 雖然我的睫毛很稀疏 但是 還是有一點作用的 然後是這個 XVOLUME的睫毛膏 它很好用 它是這種梳子型的 很好刷 但是缺點就是 它沒有辦法做到很濃密的效果 它只有加長的效果 但是它很好刷 很適合新手 好恐怖 好恐怖 我好像沒有 把後面夾翹欸 下睫毛更可怕 我的下睫毛常常發生意外 救命 你看我做什麼事情 弄到鼻子 我幹沒有 趕快用卸妝油 把它擦掉 然後我鼻子這邊就扁了一塊 悲劇 天啊 下睫毛真的很可怕 不要黏在一起啊 分開啊 我已經沒什麼下睫毛了 你就不要再黏在一起了 就是要強迫把你們分開怎麼樣 老娘就是單身 好了 太困難 女神不是這麼好當的 真的 但是女神經病就很簡單 OK 現在是一點腮紅 同樣的也是用這個 我最愛的腮紅 好 嘴唇 我會畫一個 像古代的嘴唇那種小嘴唇 但是我又跟現代韓國的咬唇妝結合在一起 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啊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試過 首先用這個也是來自KATE的裸色唇膏 上在嘴唇的最外層 稍微上一下就好 然後呢 再用這個也是來自POOPA的唇膏 它是比較接近唇色的粉紅色 直接加在剛剛的裸唇上 往裡面畫一點 OK 這是第二層 最後一層呢 我會用這個 來自Maybelline的MAT4 大紅色的霧面唇膏 最裡面的那一層跟唇峰 用手指把它稍微暈開 下面呢 則是中間 大概是這樣吧 然後最後呢我想在臉上加一些特別的點綴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梅花 用的是這一款Colorricon的唇線筆 這個比較漂亮 大朵的比較難駕馭一點 然後呢 這邊 追唇旁邊 這個紅點呢 是參照那個 古代的妝來點的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所以就點點看 像離嘴巴很近的酒窩 我自己是蠻滿意的啦 最後呢 金色的亮粉 增添一些喜感 喜、喜氣 再用一些白色的亮粉 放在眼角的地方 妝這樣子 應該算是完成了吧 我自己是很滿意啦 因為以我的功力來說 我可以做到這樣子已經蠻不錯了 你相信我 那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化妝教學 所以如果你想要真正學化妝呢 請不要看我的影片 我會把你教得很糟糕 好 接下來是 我要搭配一個 非常傻氣的假髮 這個假髮好像 真的不太對耶 這也太奇怪了吧 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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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傻喔 真的好傻 試試看我原本的頭髮好了 感覺一定要有一個 瀏海 剛剛那個假髮實在是太難駕馭了 加個瀏海試試看 空氣瀏海 是我的問題嗎 為什麼我覺得是我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 空氣瀏海 我直接用來 老闆 如果是在這樣子的 我還沒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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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還沒有做到 我還沒做到 你可以做到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個妝的話 請在下面按一個讚 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在這邊我要特別特別的感謝 上一次幫我上字幕的一個觀眾 他叫做馬卡龍 謝謝你幫我上字幕 我真的很開心 如果你看到這段話的話 請到下面的留言告訴我 你是誰 或者到我的粉絲正夜私訊我 拜託拜託 我真的很想親自的感謝你 因為上字幕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痛苦的事情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